另外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Nel 今天我們來看蒙古人對上不列寧人 這場比賽地圖是競技場天梯地圖 我們先來看一下紅方 紅方是這位Jordan 是一位頂尖的玩家 這邊他一開九是選擇趕路 因為這邊蒙古的特性是吃路速度非常快 還有這個豬肉也是 所以像一些尤加敦地圖 野生多物特別多的情況下 蒙古的優勢是非常大的 還有蒙古的優勢之外 這個馬功還有這個肉馬都特別強 馬功的部分是攻擊速度特別快 所以他這個蒙古圖技非常的猛 那蒙古圖技他的特色是打工程器單位還有外傷害 所以不管是打衝車或是巨型投資金 或投資車或是奴炮 傷害都非常高的 所以蒙古的話 雖然是比較全面性的馬功 我個人也是蠻喜歡蒙古的 那優勢之外他的肉馬 跟這個草原奇兵血量都特別多 那我個人是比較喜歡草原奇兵的部分 草原奇兵血量可以到118滴血 所以如果蒙古打黃金全兵這種感覺也是沒什麼問題的 草原奇兵加這個蒙古圖技的一個做法 也是蠻猛的 好那除此之外 他還有這個金罐 可以讓這個工程器的移動速度增加 所以他這個衝測速度 我們會把它稱為蒙古寶師姐 跑超快的 不管是衝動對方建築物還是城牆 這個工程速度是數一數二快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不列典的部分 不列典的話 他的最大優勢 是這個長弓兵的射程 最高可以到12射程 非常遠 全世界帝國裡面 文明裡面 射程最遠的就是不列典 那不列典也適合打這個疾兵路線 步兵路線也是蠻適合他的 他比較不適合的是這個馬的路線 他的馬的話是沒有品種的 所以血量上會比較弱一點 但如果真的要打的話 也是可以打重裝騎兵 或是新騎兵的部分 去幫忙支援前線的一個作戰 那我個人還是比較喜歡步兵 這個步兵加 疾兵加長弓兵 然後肉馬稍微騷擾 到一個路線會比較適合他 那不列典的話 TC的部分也是非常便宜的 他的TC是CD國裡面 造價最省的 所以他很容易可以在 直層狀態下 直接開出3TC開農 然後打出一個經濟優勢 所以不列典我也是蠻適合推薦新手去玩的 除了弓兵射程遠之外 經濟上來說也是蠻好的一個文明 那不列典前期有個特色 是他吃這種鵝啊 羊啊 可以馴養的動物的時候 吃的速度特別快 所以在阿拉伯地圖的時候 不列典也蠻適合打這個棒棒 或裝甲步兵開局 去做一個騷擾 然後轉小弓的一個打法 這個打法壓制力是蠻強大的 通常可以打到不少東西 好那再稍微來看一下兩邊的經濟配置喔 那目前看起來不列典是一個比較標準的開局喔 他可能是要來打直層 因為這邊是四木開喔 那通常四木開是比較標準化經濟場的一個開局方式 我們這邊稍微加速一下 兩邊都是四木 那應該都是要打直層 直層的話前面比較無聊 我們就先稍微加速一下 OK 那木頭要裹直了會補到四個人 OK 正常開局 把自己該次吃一次 那兩邊喔都在這個封建時代喔 先把這個經濟場地圖探明起來 看一下遺跡的位置喔 待會一上層喔 就要來打這個生旅落馬戰 那目前經濟場的配置喔 大家都是24匹點這個封建時代喔 然後到了城堡時代變成26匹 因為你在上封建時代會按兩隻村民 然後補下這個自己的軍營 然後再馬舅 然後再補下兵工場 就可以直接上到這個城堡時代 或是市集也可以 那這邊我們稍微減速一下喔 看一下這邊一上層的一個細節配置喔 這邊金還有兩個人在挖 所以這邊是有可能要馬上第一時間出生旅喔 一直按生旅的方式 原來通常封建時代這邊開局喔 就會可以看出兩邊的一個不同的方式 上層的打法方式就會不同 這邊應該是蓋的兵工場 OK 馬舊兵工場 那這邊是選擇是兵工場 市集 這邊蒙古沒有打肉馬 蒙古打肉馬蠻強的喔 但是這邊沒有挖黃金的關係 所以他這邊可能要靠買賣一下 應該是會賣兩個木頭 或是一百石頭 這邊是決定賣一百的石頭 沒錯 因為可以換九十一斤 這樣Jodan就可以上到城堡時代了 那這邊蒙古就要再多花這個資源喔 去下馬舊 然後可以打這個城堡 好我們稍微再加速一下 看一下兩邊要怎麼打 時間來到了遊戲時間十三分鐘 那這邊不列電已經還在出刺口了 刺口一直有在按 那這邊可能第一時間不會去開下自己的TC了 而是會先開這個修道院 修道院會先開 那蒙古這邊感覺是要捨棄黃金的打法喔 直接點下二級木二級農喔 那直接開出了3TC 結果蒙古完全沒有要來搶一技的意思 哇那這樣子 不列電可能肉馬會出太多嗎 這邊要生一下青奇兵喔 OK有生 但是這時候不列電卻不知道對手根本沒有想要出 肉馬去反制對手 減移技的一個動作 青奇兵四隻已經生好了 那這邊Jordan已經也看到對方已經出了非常多青奇兵 但家裡早就已經準備大爆農一波 那其實Jordan這邊只要看到對手出到四隻青奇兵喔 就會知道對方應該是要來打一個搶一技的路線 通常搶一技路線就不會打強攻喔 就例如什麼城堡 插城堡給你吃大哼堡 直接一波流 比較不太可能 因為你減移技就是要想打營運嘛 但是他蒙古就針對到這一點喔 自己先開農起來 讓自己先經濟好起來 捨棄自己的遺跡的一個做法 那這邊就能第一時間抓到了帝之森綠喔 好這邊也有青奇兵在防守 這邊賺一百技已經很賺了 可以有效托緩對方減移技的速度 好布列典這邊開下了二級木 那3TC也開了 好那蒙古這邊3TC開完之後 現在想著旋律爆這個經濟喔 去把這個經濟拉起來 輪軸技術給點下去了 OK 成人中心也要蓋好 但這個成人中心蓋的有點尷尬喔 因為這邊是不能撒田的 如果再往前一格的話 這邊也就可以撒了 這個就是有時候蓋TC喔 是需要注意這些細節在的 好這個磁皇應該要追到了 我來圍殺一下嗎 但是有在空 這兩隻跑很久 好 已經放回來一個 第一個放進去 好這邊 青奇兵想要過來絞殺 圍殺成功 一刀砍死 OK 那Jordan這邊應該就不用再理那個肉馬 自己趕快把它農 農起來 那這裡就要趕快補一下第四個TC喔 等一下待會有100石頭 就要來蓋它第四個TC繼續農 那待會可能還要再補一下石頭的人數 才可以把這裡的城堡 的數量給拉起來 因為蒙古打馬功太優勢了 在競技場來說也是蠻難產的 好但不列典這邊第四個TC開得更早 因為它的造價便宜喔 即使前面出了修道院 還有肉馬 讓自己木材耗費這麼多 還是可以解除第四個TC 第三個TC都沒問題 那蒙古確實也是打出一些經濟優勢喔 這邊村民術開始有點漸漸拉開了 OK第四個TC也補下 刺猴的人數開始在補 刺猴開始在打圍牆 反正沒事做了 好第三個第四個遺跡全部帶回家 欸這邊有生女想要偷撿 結果直接被抓包 哇看來五遺跡直接讓手 4TC運轉 挖石頭 那目前看起來兩邊的一個經濟狀況都蠻正常 沒有什麼太大特別之處 這邊二級農業部了 OK這個也蠻重要的 好一級絕石也點了 好石頭的人數也開始慢慢補 通常第一次的TC下了之後 就要開始慢慢轉一些軍事建築物出來 插一座城堡 就可以上到這個帝王時代了 那黃金樹也是要開始繼續補了 這邊開始在補黃金數量 哇這邊生女居然找到了一隻清騎兵 先補了大雪 那這邊是沒有要第一時間上帝王時代了 這邊沒有先把這個木頭全部轉成農田 可是先補大雪 沒有 他這個補大雪是為了點帝王時代 並不是要點彈道雪 OK那我看懂了 突然一時誤會他 還以為他是沒有要先上帝王時代 好這邊買賣一波高速上帝王 賣了一些資源 木頭賣了一些 還賣了一百石頭 等一下帝王時代 哇這隻刺猴砍死了兩隻老頭 非常賺 遭到的刺猴還做了這麼多事情 這就是Jordan 職業選手的一個觀念 就是不一樣 知道要把這個清騎兵 在他的門口守株待兔 生女一出來就砍爆他 他這樣已經賺了三百斤了 哇還開11隻刺猴 他真的很秀 好地龍時代點一下 二級決定點了 但是這邊沒有 點那個兵工廠的科技喔 工兵護甲還沒有點 跟射程都沒有 彈道雪也沒有 什麼都沒有點 但是第一時間上到地龍時代 欸 選擇的反正是工程器製造所 這邊難道是要出衝車嗎 喂 真的是衝車欸 因為這種時間出東西 不可能出頭車喔 或奴炮之類的 因為你都不知道 對方要出什麼 雖然對面是打這個 常攻變路線是比較可能的 但你出頭子車跟奴炮的話 很有可能被對方優勢喔 射程優勢互換掉 但是衝車的話 可以吸引到我 對方的箭矢傷害喔 難道 難道 Jordan是要來一波衝車帶走嗎 嘖 樹地王 是大衝車 撞了一波 有沒有可能 看起來有可能 你看這個肉有點多 好 衝車三個BK 很兇欸 好 這時候不列典要把城堡文外蓋 但蘇姿蒙古這邊已經點下了 喔 銀罐 油牧也點了 那點這個銀罐 有點意義不明喔 這個銀罐是 防止摧毀喔 也不會影響自己的人口數喔 所以他人口數就是150喔 就算房子全部滴掉 可以省空間出來 OK 油牧一好 待會房子可以滴一滴 那這邊還點下了這個 早炎機 早炎機點下之後 衝車速度就會變成 寶石姐的速度喔 跑得非常的快速 這波感覺很精彩喔 那 不列典是打四射箭場 的一個強奴開局 那自己城堡還沒有好 還是需要一點兵喔 去在前線做防守 但是這邊 岩藻機已經好了 大沖車 還有一分鐘時間就OK 那自己村民也在補 這邊 先點下早炎機之後 再補下自己的 增兵技術 那石頭可能還在趕快挖 往外挖 這邊可能還在蓋多城堡 然後出這個馬攻 這邊已經看到對手的一個工兵 路線 這邊轉出一些疾兵 長長兵也在做升級 大沖車已經要好了 裡面沖車數量其實很多 但是這邊工房都還沒有點 爵士好劍也沒有點 沒有兵工廠嗎 有有有兵工廠 還沒有升 來了 高速dejabu 衝車 極速衝車開撞 但是村民打衝車速度是很快的喔 其實不差 這邊吸引下村民 攻擊其他衝車開始撞 前提時間撞掉巨型偷使機嗎 差點撞掉 現在車子在亂跑 這邊轉出一些騎士 想要防守 衝車怎麼在撞工兵啊 世界奇蹟 衝車撞人 好 這邊城牆非常薄弱 沒有升級的城牆 只要被撞出了一個大洞來 但是這邊蒙古還沒有轉出 任何的一隻兵種 這裡就有出生餘一隻 稍微招了對方騎士制 低調之後 工兵一直在 亂射 衝車開始往前衝 哇 看來是要來直接撞爛 裡面TC的東西了 撞超快 這個TC可能撞不掉了 可以嗎 可以耶 哇 撞掉很多建築 這裡開始點下一集射 慢慢轉出自己的蒙古廚祭 沒想到這一波 讓他殺的 防不勝防啊 然後利用這個大衝車一直撞 一直出 大衝車還在出 越脫胎補怪了 然後衝車開始往裡面送 想要殺當裡面的經濟 哇 大衝車一波流 撞爆了非常多的建築物 雖然這裡有騎士喔 但是衝車的血量很多 270滴血 哇感覺這個戰術 賽爾特好像也可以用喔 雖然速度跑速沒那麼快 哇哇哇哇哇 越撞越多了越撞越多了 那個聖女想要去撿銀機來放 來得及打掉嗎 好像可以 應該是撞掉了 但是衝車一直不過來 這邊要全力防守 衝車衝過來的一個狀況 外面的部分 已經開始在佔外面的野精了 哇 用衝車去吸引對手 顧家裡喔 然後在外面先補下 所有的城堡 鎖住所有的礦區 然後再轉出大量城堡 出蒙古圖祭 二級設計點下了 黃金上開始有點不足 這個衝車 這個衝車 哇 撞爆太多房子了 現在卡人口 130 125 198 現在只需要深攻防 就可以搞定 這邊還點下裝瓦技術 要提升建築物的防禦力了 這個一直被衝撞真的受不了 工兵一直在射這些衝車 喔城堡已經蓋到了圍牆處了 但是蒙古圖祭的數量 依舊沒有出來 這邊補列連看到蓋城堡應該是來不及 要來防守 再補下一個城堡 哇 這邊城堡蓋好 直接過來十箭矢 哇這頭強弩 送好送滿 衝車再繼續來撞 哇 又把房子撞了一波 這裡要再去蓋房子了 這個大衝車戰術好煩喔 好 那這邊慢慢補下自己的三級色 還有化學 那這裡馬功物限只差一個工兵護甲 還有品種跑速喔 再點一點 馬功就可以成形了 好 那移基的部分全部丟進去修道院裡面了 修道院五移基 又回歸到了正確的位置 但是不列典還在卡人口 165人口 哇 防對付這些衝車 頭就有點痛了 好 這邊蓋城堡城堡蓋好了 這邊有大量的一個強弩直接被射死 這邊又有更多衝車進來 又可以開始敲房子了 村民實在實在受不了 我剛建好的房子 你馬上就給我拆 直接暴怒 這是溫刀欸 溫刀一直被拆 哈哈 太殘酷了 哇 來點下工程工程師 這個點下之後 聽說 衝車的範圍傷害欸 會變更痛一點 又可以一次毒掉大片農田喔 也沒問題 好 更多衝車開得過來 沒想到 他可以這樣子打 讓對方來不及拆完這些衝車 然後一直要去補房子 這邊點下重火技術 不知道是要幹嘛 這邊村民直接出來打 但是後面城堡很多 直接火力交叉 射死了大量村民 好 這邊TC 有點步步為隱了 修道運可能又要爆開 右邊這邊房子 再度打爆 好 又要開始卡人課了 不列電經濟越越慘 雖然村民術沒降得很誇張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一直補房子的關係 自己木頭也快花完了 哇 這就是衝車一波流嗎 用工程器 打到對方心態炸裂 OK 城堡越來越多 淹了過來 巨型頭死機也來了 但巨型頭死機要小心衝車 衝車是可以直接統包這些巨型頭死機的 OK 巨型頭死機開始在拆城堡 衝車會第一時間來撞掉嗎 還不及撞掉 直接被拆掉 哇 這邊堵掉很可惜喔 差點就可以撞到了 那這個城堡 不知道能不能守住 這邊修道院又爆開 這邊蓋了一個修道院 想要來補一下 OK 人口開始慢慢回穩喔 那目前狀況看起來不列顛有點慘 雖然資源很多 但是 不知道出什麼的感覺 這邊點下了圍牆技術 增加城堡的血量和防禦力 讓城堡更堅固一點 這邊都已經可以看到這邊 有很多村民在挖木頭了 這村民是怎樣 要去送的意思嗎 哇 送村民 直接拿村民去扁 修道院 好 但是 三台巨型頭死機 拆城堡速度蠻快的 但是 蒙古這邊城堡血量也到 6389滴 好 直接通報 建築物開始在 撞這些巨型頭死機 找火速度非常快 直接撞掉了兩台 來 衝車 踩一下 有點可惜 沒中掉 哇 不列顛被這邊衝撞一波 根本擋不住 對方的衝撞速實在太快了 家裡到處找火 哇 哇 這這這招真的是 很少見 本來想說這個招是 應該不太可能會出現在高端場 這個 你在欺負新手才會用的 沒想到 Jodan直接在競技場使用這招 哇 這個出工兵完全沒意義 攻兵射這個太陽了 這裡最好的解法就是出大量肉馬 直接去追喔 騎兵去追速度還是太慢了一點 欸這邊要趕快補下三弓才對喔 攻擊太低 太速度真的很慢 但這邊好像是因為沒有兵工廠的關係嗎 欸有啊 其實有 但是這邊還是本能性的 卻點下二級反而不是三級攻 好這邊城堡喔 開始做一些設施的事情 欸 結果一直在設礦場 沒有在設村民 好 至少現在房子的數量 開始穩定下來了 但是穩定下來之後 普列列發現 欸 穩定好了之後 外面的世界 早就已經被對方侵占了 所有的礦區完全都沒有了 大量肉馬準備要跑出來了嗎 還沒有跑還沒有跑 好 有清奇兵之後 拆衝車速度就快多了 有沒有 對嘛 打衝車最好的方法就是出清奇兵 出幾兵打太慢了 OK 有清奇兵之後 就等這招開始有點 不太給力了 這裡要開始考慮喔 出點兵喔 防守了 這邊再繼續出衝車 可能會被對方喚死喔 城堡又拆除了一個 大衝車過來頂一下 哇 直接 殘血 三分之一 再撞一下拳道 哇 直接撞爆三台 很賺 OK 三攻一好之後 清奇兵打這些衝車速度又更快了 OK 三攻好的清奇兵 應該沒什麼太大問題 等下已經灌了 戰狼靠 這邊不利點把自己的優勢全部打出來 OK 再點品種品種 跟蹤技術 什麼都點 繼續用衝車來拖延一下時間 衝車又再次把修道院裡面的遺跡給打了出來 又噴了 又打又噴了 這個遺跡 太誇張 正面技術點下 三級綁還沒有點 但肉有點不太夠了 不利點很氣 直接怒殺村民 但是這邊城堡數量實在太多 直接被一個交叉火力 射死了大量的強奴 強奴應該是要全部死光了 喔 去 在原地又補下修道院 又要再蓋生女出來嗎 生女已經有了 這邊只要放遺跡就可以 撲裂的地人家門口 只出了大概五分鐘 之後的五分鐘都被鎖在家裡 在解這些衝車 太無停了 衝車一波流 OK 大洛馬點一下 蒙古大洛馬血量非常多 這邊要用洛馬去延遲對手了嗎 但對方的疾病數量其實也是蠻多的喔 應該是補來這個地方 果然 哇 這邊13個馬就 哇 這邊13個馬就 但不練練其實守得還算不錯的喔 如果是我的話 我應該一波直接倒了 這邊居然還可以擋下來 好 村民在用拳頭打一下衝車 開始有蒙古途徑 出來做色色的事情 投射一下 直接開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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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無雙 好 沖車的影響力開始大幅減少 Jordan也意識到這件事情 沒有再繼續出沖車了 沖車終於告一段落 那這邊就是真正的大決戰了 但是 金也是挖得差不多 自己圍牆也低了一半 好 大洛馬直接要出鞘了 血量118滴洛馬 哇靠 有夠肉 但是沒有三房 是不幸中的大幸 好 這一波洛馬進去會發生什麼事呢 好 這邊蒙古人口滿了 還沒有要走嗎 差不多了吧 哇 61隻欸 這邊補更多馬就 他要直接用馬 漏馬淹死對手 他要直接用馬 漏馬淹死對手 有射孔一點像 我可以補一點點把自己的領土拿回來 這邊有莫斯科西在打 莫 科莫多 我可以補一頓 我可以補一頓 OK 大量弱馬請朝而出 這波弱馬遺疾 我可以補一頓 怎麼擋呢 疾兵趕快按 開始在補疾兵 哇 肉麻數量實在太多了 想打誰就打誰 哇 強弩也擋不住 這邊點了過去 巨銀頭司機爆開 幾兵守住 這邊幾兵無雙 吃掉非常多的肉麻 但是正面這邊肉麻直接亂串 打到非常多的東西 村民一直變少 巨銀店人口降至不到150人口 村民一直被燒喔 但是這邊有非常多的馬就的關係 直接肉麻直接死去 馬上補上更多肉麻過來 直接補到前線 這邊補獵點狂產疾病 想要力守住這一波 現在領地上到處都是急兵 但這一波沒有衝鋒第二波 反正先集結 那補獵點狂的想法 現在是覺得 應該雖然自己沒有這麼多黃金 但自己有五一一擊 應該打到競技場後期應該也是會贏的 這邊就只需要手下 然後慢慢嘗試的反打 就有機會喔 更多大肉麻又進來了 一致排開 血量掉得非常快 急兵傷害是很高 大肉麻有點點不太住 被抽過三下 就抽了 118滴血量的肉麻 也是撐不了急兵三下的攻擊 好 但是這邊還是有非常多肉麻 燒到很多村民 村民處先降到60幾村 明明有急兵在家裡防守 但是卻守不住 肉麻進攻 這邊從車一有機會 又開始在撞了 哇 這邊還等下這個步兵科技 現在是沒有科技可以點了 開始在隨便亂玩了嗎 還是要轉劍勇了 都沒有黃金了 還要轉劍勇 好 轉急兵喔 開始要用垃圾兵淹對手了嗎 哇 這個肉麻還在砍 左邊更多的肉麻淹到左邊這邊提起的位置 巨型頭巨型要直接爆開了 村民處已經降至四人五十幾村 急兵去救也來不太急 村民一直被殺 沖車也補了過來 沖車又撞進來 對手受不了 打錯了GG 哇 這一場 雖然很明顯是實力差距的關係喔 但是 其實對手也是沒有到非常弱 但是我覺得蒙古這一招 確實給的壓力非常大 如果對方是騎士開局的文明 那可能就不好說了 蒙古Jordan可能就不用這一招了 那剛好對方是工兵文明喔 然後也不太可能會出騎士的狀況下 所以蒙古Jordan這邊是吃電的對方 不會出騎士開局 所以攻防也很差的情況下 第一波撞掉了非常多的建築物 讓對方一直卡很口 然後在防守之際喔 自己在家裡補下更多的金礦區喔 還有城堡 然後做一個防守 那後期呢 再補下更多的馬舊 直接來一個大洛馬爆 那這場雖然不算是有來有往喔 但確實這招算是比較特別的戰術喔 那給大家參考一下 其實C帝國還有很多這種特別的戰術可以打 只是在實戰中可能不太常用 那有機會喔 我還是會多介紹這種特殊的戰法 給大家認識一下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狀況 應該是蒙古這邊全勝 經濟這邊應該是太扯 全贏 但是這邊武儀姬還是輸了 所以在競技場 武儀姬不一定就是一定輸的一個結果 所以打到最後才會知道結果 這個遊戲就是這樣子 儀姬多不一定會贏 會贏的是只有這種戰術正確選擇 去做一個打擊的時候才會真正的拿到勝利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請再放玩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